近日一张歼35舰载战斗机试飞的照片出现在网络上 可以看到该机已经不是之前出现的 绿色防腐控制涂装的裸机状态 全身已经覆盖海军灰涂装 机头雷达照为浅灰色 考虑到歼35是第五代隐形战斗机 表面涂层自然也是带有吸波能力的隐身涂层了 另外机身涂有低可视化的机号和8E军灰 但机头仍然带有长长的空速管 说明歼35仍然处于测试阶段 下面这张图是几个月前的歼35同一角度照片 机身为绿色 也带有长长的空速管 首先解释一下铝合金材质的飞机 蒙皮为什么会带有黄色或绿色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种防腐保护 复合铝合金零件黄色各酸化或各酸阳激氧化 非复合铝合金零件各酸阳激氧化 如果是三架各的阳激电镀那么会偏绿 所以我们通常看到无论是研制是非还是交付是非的飞机通体会呈现黄色或绿色 等定型交付后这架飞机表面会在进行一次喷涂就会变成正常的颜色了 至于空速管的问题 为什么新一代飞机在研发是非阶段有而后期就没有了 所谓空速管也叫皮脱管 是一种常见的确定气流速度的一种管装装置 应用于各种飞机当中 战斗机在机头常常带着一根探处很长空速管 后来简陋的空速管逐步被以电子系统为基础的大气数据传感器所取代 通常在机身侧面一个小小玩管 但这里有个问题 传感器需要大量数据作为参考标准进行数据校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正在研制的飞机上 还会在机头位置留有长长的空速管 待大气数据传感器完全调校好后就可以去掉空速管了 无论是F22 F35还是歼20在试飞时都是带着空速管的 交付就看不到了 所以在歼35上仍然出现了空速管 说明飞机仍然处于研制试飞阶段 并没有完成各项测试和调校 还是回到歼35的问题上 从目前进度来看 歼35并没有完全定型 但与多个相关项目处于同时进行的状态 这里的同时进行包括正在试飞阶段的空井600 舰载预警机和正在船台建造的003型航空母舰 推测这三个会在某个时间节点同时完成 进而形成搭配和实际战斗能力 关于未来003型航空母舰 舰载机选择的问题上 中国可能会与美国走在同一条路上 即 四代战斗机架 五代战斗机架 舰载电子战 飞机架 预警机架 反潜直升机架 多用途直升机 按照美国2025版的舰载机连队构成 其通用模式为 两个F35C战斗攻击机中队 40架 一个FA-18E战斗攻击机中队 12架 一个FA-18F战斗攻击机中队 12架 一个EA-18G电子飞机中队 5架 一个A-2D预警机中队 5架 一个MQ-25A舰载无人加油机中队 6架 一个MH-60S海上战斗直升机中队 11架 一个MH-60R海上打击直升机中队 8架 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中国的舰载机发展 和美国基本有同类的战机 基本模式为 殲-35舰载战斗机 殲-15T舰载战斗机 殲-15D舰载电子战机 空警600预警机 G-20J海军多用途直升机 G-20F海军反潜直升机 003型航空母舰带有电子弹射器 直接将弹射战斗机和舰载固定翼预警机引入 未来会形成一个殲-15T和殲-35搭配使用的情况 其中殲-15T更多的是携带反舰导弹和各类精确制导弹 要承担海上核对地打击任务 而殲-35则主要负责夺取战场制空拳或发动隐蔽攻击 由空警600舰载预警机提供战场空中感知和指挥 下面这个模型倒是挺有意思 刻画细节非常多 未来基本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关于F-35C和殲-35双方对比上就不做过多赘述 F-35C由于同时要考虑海军 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需求做出了一些取舍 而且当时立项的时候定为就是战斗攻击机 所以与殲-35并不完全重合 而殲-35在空优方面侧中会更多一些 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殲-35在绿皮机阶段就存在的EODAS仍然存在 基本上F-35C能干的活殲-35也没问题 剩下的就是殲-35的弹舱承载能力的问题 除了主流的PL-15远程空空弹PL-10舰具格斗弹之外 那些提醒稍微大一些的英机91或者英机83导弹 是不是能塞进去 其实作为海军新一代隐身舰载机 最关键的是它的标志性弹射起落架 不仅装备了完备的弹射前起落架拉杆 同时整个前起落架位置 比之前F-31的2.0版本略微向后移动一些 这样设计能够在舰载弹射时 让弹射器施架的力更直接传递到整个机身 这也意味着剑-35彻底放弃了垂直起降方案 因为美国F-35B隐身舰载机在座舱 后面这个位置布置了一台胜利风扇 而剑-35则是布置了弹射起落架 为什么剑-35放弃F-35的垂直起降模式 首先是如果效仿F-35B一样在座舱 后面加装由发动机驱动的胜利风扇 继而演变出垂直起降版本的难度其实更大 而剑-35不仅是双发设计 而且还装备了两台两台中等推力发动机 再用发动机驱动的胜利风扇 会影响作战半径和载弹量 所以才会放弃F-35的垂直起降模式 而对于076战舰 是由075基础上衍生而来的 不仅沿用了先以075的舰体结构设计 还再加装了一台电磁弹射器 这样海军航母上搭载的弹射型舰 35在起飞时能从两栖攻击舰上起飞 而降落的时候 也能和航母一样选择拦阻降落 这样我国就能研制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垂直起降 固定一舰载机了 总体而言 歼35放弃F-35的垂直起降模式 是因为在作战实力上比较积累 而且我国目前已经有了技术和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 又何必再使用F-35的垂直起降模式 让我国的战机止步于前呢 虽然世界上正在研发中的四代机项目为数不少 但在性能上真正可与F-35一较高下的只有歼31或歼35 如果他们退出世界军火市场 如伊朗 委内瑞拉等买不到或不愿买F-35的国家 就会被迫选择上处于模型阶段的苏 75或大量采用美国部件的KF-21 这次国家要么持续面对周边F-35的压制 要么通过KF-21间接受到美国控制 因此 要是我国不再开发出口版四代机 就等于做事美国的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反之 如如我国四代机大买 就能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营造对我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至少能让F-35的使用国多一个更好的选择 削弱美国对他们的控制力 四 一旦四代机失常饱和 再想进入就难了 现进战斗机设计训练 维护 保养等一整套体系 这个体系标准各一 一旦建立 进口国就会对出口国形成很大依赖性 如想用F-18取代米格29K的印度旧式 因为前者无法兼容后者的地勤保障系统 也无法与脱胎余额式航母的 维克拉玛迪亚号整合而作罢 这就意味着一旦全球四代机市场被瓜分完毕 后来者再想进入可就难了 5 出口能形成战斗机研发的良性循环 F-35的全球订单已达2443架 如此规模销量的售价加上维护 升级产生的利润可达上万亿美元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重抵F-35的研制费用 甚至能为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提供资金 虽然审飞内部能够自筹资金研制 殲31验证机 但对难度不下于歼20的歼35 却只能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 而作为复杂的舰载四代机 歼35的研制费用比起F-35来恐怕低不了多少 单靠国内消化将会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从这个角度来说 积极开拓四代机的国际市场就很关键了 因此 出国四代机绝不仅仅是一个赚不赚钱的问题 而是立国立民 事关战略全局的大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出口型四代机 那么 在歼31验证机的地位已经可以确定的情况下 谁能胜任出口型四代机的角色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歼35 我国只能在歼35的基础上开发一种出口型四代机 鉴于四代机空前复杂昂贵 我国已经不可能像骁龙那样单独研制一种专门用于出口的机型了 况且 歼35转陆机型也比较有可行性 比起陆机战斗机上舰 舰载战斗机上岸不仅容易得多 且因其多用途性在世界市场还具备很大优势 阵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定位于舰载机的阵锋 以向印度 埃及 卡塔尔 希腊 克罗地亚 阿联酋出售超过200架 最后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那就是我国战机普通缺乏实战记录 这对外销来说是很大的缺点 大卖的武器装备基本都是广泛参加过实战的 毕竟四代机的价格不低 谁都不愿意花冤枉前不是 如果歼35能取得实战经验 哪怕是用于打击恐怖分子 即使是牛刀杀机 也能披上实战的光环 F22就曾参与了2014年9月 对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ISIS的轰炸行动 总之 在未来的四代机市场 歼35的出口版将会是我国际骁龙 歼10CE之后的右翼拳头产品 将成为F35的最大竞争对手 谁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 目前歼35还处于是非阶段 距离上舰服役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就当下的庆幸而言 003型航母下水以后 三年之内就要配弃所有舰载机 以应对2025年前后重要的时间节点 歼15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003型航母的主力 无论是对军工企业还是部队而言 都是时间紧任务重 所以外界对于下一代隐身舰载机的出现 似乎都将时间锁定在了2023年前后 似乎都没有想过003会很有可能在 一开始就搭载隐身舰载机的情况出现 但是现在梦想照进现实 在003还未正式下水西装的时候 下一代隐身舰载机歼35就迫不及待地出现了 其虽然延续了FC31的气动布局等基础 但是整体上无论是从放大的机翼还是重新设计的机头都在直接告诉世人 歼35从一开始就已经是一架基本接近量产版本的5代隐身舰载机 如果是非顺利的话 相信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能直接上舰成为下一代隐身舰载机 特别是歼35从一开始就装备有弹射起飞的弹射拉杆 更是用事实在说明 其无论是从机身结构强度还是定位等多个方面都已经做好了上舰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谢谢大家